两星期前风光成立全国保全产业后援会 赖信德亲自授旗给总会长张达昌 没想到现在对方却遭控 曾卷入暴力恐吓 他有恐吓 还有威胁住户 甚至是因为小广告被撕除 就到管委会里面去做毁损的动作 请问这样子的保全业 真的能够保全人民的安全吗 摊开台中地院一百年刑事判决书 张达昌犯恐吓危害安全罪 处局45天如一颗罚金 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一日 张达昌其余倍速共同恐吓危害 安全部分均无罪 二审驳回上诉 张达昌本人则在脸书发文 向法院以无罪定验 政治干扰人民选举迫害居家 昨日在收到消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上理事长 理事长也表示 他将亲自出面回应 厘清事实 不知保全业总会长被起底 民进党社运部主任邱家靖 也被揪出2019年 设诈领助理费遭判刑 虽然说他是交保的 检方后来变更了法条 用的是未造斯文书罪 来判决了他有期徒刑 当时他不熟悉相关法律规定 所以误触法网 他本人感到相当自责 也深表歉意 从后援会到党部争议人士连环报 赖静德会如何下重手 外界都等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